当中国大国崛起 制造业一统江湖的时候 东亚的那条龙和旁边的四小龙 结局是注定的 所以我们必须考虑 我们的更长期的责任和使命 在最后期许里边 我稍微跨一点点界 就是我想谈两件事 一个是必须解决香港发展问题 什么叫港人制港 什么叫港人制港 三个问题 为什么要让港人去制港 第二个问题 你真的相信港人能治理香港吗 第三个问题 你告诉我谁是港人 港人制港 就是英国人制港 就是美国人制港 从97年到现在 我们基本的问题要搞清楚 什么叫主权 主权包含了政治主权 政治主权 立法权 司法权 行政权 其中最核心是立法权 如何行使立法权 经济主权 是财政主权和金融主权 2005年取消了香港的遗产税 为什么要取消遗产税 能不能做一点点应该做的事 财政主权的核心是土地使用主权 土地使用主权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这个跟香港750万人都没什么关系 行使一下人的主权 不能让他们住龙屋里边 起码的人性 金融主权 为什么香港非要流通美元兑换券 不能管理通货膨胀 不能管理土地价格 不能管理资产价格 不能管理资产分布 港人在治港吗 香港问题 不是香港问题 香港问题也意味着台湾问题 意味着将来全世界信任我们 信任我们的能力 信任我们的水平 我们将帮助其他国家提供治理方案 如果别人从中国拿到贷款 你告给别人该怎么治理 难道你就说港人治港吗 这个模式行不行 香港问题必须解决了 这么个简单的思考 说不出办不到 不合适 最后我想谈一点地缘政治问题 地缘政治问题远的我们不说 我就说一下 东亚共同体问题 在未来的二十年 如果是属于中国的 属于东亚的 完成东亚整合吧 要有一整套的思路 要有一套切实的方法 能整合东亚 则必然可见 人类命运共同地 连儒家文化圈 东亚都无法完成整合 任由日本 韩国 朝鲜自由落体 我们的更长期的责任和使命 我们的社会性 我们的社会性 不止于中国本土的社会性 我们的社会性 也必将延伸为 东亚的共同的伦理 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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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理和智力 这个东亚共同的伦理 学理 法理和智力 升级为未来一百年 甚至三百年 全世界智力的伦理 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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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理和智力 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谢谢大家 我提出过人民立法 但我想说的是 立法的社会性 立法权的社会性 表达为社会主义 或者是马克思 毛泽东终身的追求 如果针对资产持有 和资本利得征税 就不可能出现资产 或者是财富 大规模的集结 就是兼并 归并 然后出现大规模转移 不可以这样下去 直接税立法 是中国财政治理的 一个重要的关键 我从来不认为 中国的问题 是资本供给问题 中国的核心问题 是个分配的问题 资产的分布 决定了人民的幸福 就是我们必须将战争 放在资本流转的 一个大的背景下来思考 当西方的资本 可以通过新殖民主义的全球化 进一步推进 它的产业资本扩张 和金融资本扩张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们大家看到的 都是各种各样的 非常美好的说法 推进你们的改革 推进你们的开放 帮助你们的人民 得到更好的福利等等 我们也都知道 世界上各个主要经济体 都不是被外部问题 造成的严重困境 而很大程度上 都是内部问题造成的 任何一个国家 都应该尊重城市劳动 不应该尊重攫取 只有在一线政策部门 对 你是知道 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 真实问题出在哪了 有一个宏观的视野 能看到天下 是有一个宏观的视野